喬物委員會19日舉行台灣美食環域飄香 2019年台灣美食廚藝巡迴講座行前記者會 委員長吳欣欣頒發聘書與即將赴國外教學展演的主廚 並進行授旗 他表示透過國內名廚的巡迴教學 不僅將台灣美食推向國際 亦能透過美食外交促進台灣與各國間友好關係 只要你們要去 我們朱棣的大使 我們的辦事處處長 我們的代表都很高興 他們都很期待你們過去 全世界都有不同的人種 不同的語言 不同的膚色 但是唯一共同的嗜好就是喜歡吃美食 我們新一代的廚師那種質感是 跟以前完全不同 所以各位出去代表國家 各位出去你們的表現會為國爭光 你們的廚藝會讓外國人留下深刻的美好的印象 會讓他們記者中華料理這種博大精深跟他們的這個偉大的地方 記者會上主廚們展示教學煮菜 分享本次為巡迴活動準備的廚藝示範及美食饗宴 表現精彩內容 台灣美食我們把它精緻化跟國際做一個連結接軌 我們把這個口味把它鎖住 把這個台灣的美食的口味把它跟我們在台灣吃到一模一樣 但是我們把擺盤的方式呈現的手法 技法上面做一個精美的一個各客的胃上的方式 讓這個外國的這個主流的這個我們的朋友 可以吃到這個台灣美食跟他們在西餐想要的是一模一樣 台灣美食廚藝巡迴講座 林聘專業主廚擔任講座 包括杜曉悅餐廳、黃品集團 以及軍樂飯店WHOTEL及芙蓉飯店等各大名廚 自4月份起分11梯次巡迴 橫跨六大洲 包括美國、加拿大、英國、泰國、巴拉圭、南非等19國、63個城市 喬吾電子報報導 大家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